来了,兄弟们,今天的中秋节 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和家团圆 同时呢,也是教师节 祝新庭的老师节日快乐 当老师呀,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感觉老师这个职业非常的神圣 所以我特别喜欢听大家喊我大鹏老师 兄弟们可以点个赞,祝我节日快乐吗 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谢谢了 今天呢,就要这个,星云武神 我倒是要看一下 这天天被吹羹的星云武神 到底有什么魅力 一套呢,是六个,证明是单体的造型 背面有合体的造型 一个单体呢,是一百多片积木 非常容易上手 当我拼装完成以后才发现 你们的吹羹是有道理的 这套玩具啊,真的不错 六个载具虽然造型各具特色 但是红、黑、黄的配色 统一了它们的风格 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六人小队 造型不错的同时,还能单体变形 直接合体 再加上这标新立的名字 让我一度怀疑 这是不是有抄袭的国外的作品啊 查了资料才知道 这是纯纯的国产原创 那55元包有的价格 让我这小黑子也落不出计较了 积木的结构 虽然使各个部分呢 有点抽象 但是也能看出来它们的圆形 变形啊 基本上都是翻折 转动 非常的简单 咱们就快速的看一下原理 一号的造型 你看就是一个飞行器 头部下在这里分开 往后翻折变成背包 侧边的翅膀翻开 变成腿部 尾部这里翻折 转动 把手臂翻出来 武器拿在手中 变形结束 二号呢 像是轰炸机 除了这里的炮管 机翼呢 还能调整方向 你看 这造型呢 也是不错 转到背面 取下它的武器 头部分开 转动 变成腿部 这里翻折 变成它的手臂 这一块是翅膀吗 最后把合体的头部转动 变成背炮 武器拿在手中 个人感觉啊 这种上大 下小的造型 应该都属于空中型的战士吧 三号的造型 摩托车没跑了 主体的异形配件 还让它多了一份野性 尾端分开 转动 是它的腿部 前在这里翻折 变成手臂 腰间的武器取下来 拿在手中 巧妙的地方来了 注意看啊 头部翻折下来 变成它的胸甲 变形结束 这块的体型呢 非常的匀称 尤其是四肢的比例 非常不错 但是背部的大轮子 有点出息了 四号的造型呢 比较的规整 有点像赛车 上次的翅膀 也让它很像是飞机 头部分开 转动 变成腿部 这里翻折 变成手臂的同时 也变形结束了 五号是一辆四轮跑车 六号的前侧呢 有个雪条板 所以这是一个雪地摩托车 虽然载具的造型不同 但是结构是相同的 你们看 中间这里呢 是人形态的头部 后半端踩着它的主体 一整块车头呢 都是作为背包的 尾端通过翻折 变成腿部 这里和车头解锁 翻折以后呢 变成手臂 头部拆下来 装在背部 武器拿在手中 是不是差不多 那六个单体呢 就全部都看完了 至于可动性 只能说啊 还不错 毕竟连接的部位 它不是球关 就是转轴 那除了没有腰部的转动 头部和四肢的可动 对于动作的需求啊 都可以满足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就点个赞吧 如果点赞能过万的话 咱们来看这套 暴龙神 接下来呢 就是合体了 一号从人形态 直接翻转到这个角度 你看 裙甲和大腿根部 都出来了 其他部分 再简单的调整一下 二号的头部 翻着到胸口 然后背部这里翻出来 变成合体的头部 有一说一啊 这个头部 真的帅啊 肩甲翻着到前侧 变成它的胸甲 腿部翻着到后侧 手臂收纳到两侧 头部和胸口就出来了 三号这个摩托的 后半端拉开 车头往后拉 轮子往上翻折 这就是手臂 巧妙的地方就是 把尾端的喷口 设计成了可动的手掌 四号呢 也通过简单的翻折 变成手臂 相同的 这里呢 也是有手掌的造型 最后这五号 六号就需要拆分了 头部取下来 身体调整一下 六号的四个轮子 取下来一对 给五号 你看 均衡了一下 这造型呢 也统一了起来 结合上脚掌 这就是腿部 然后把身体结合起来 一号的武器 也是最终合体的武器 兄弟们 你们感觉这造型如何 我感觉啊 真的不错 从外观到配色 这一体性啊 都拉满了 主体呈现了一种 五式的风格 四肢比例 必要的匀称 可动性 虽然不及单体的可动 但是对于长摆的动作来说 都可以满足 主要还是便宜啊 我是55元 包邮卖来的 这单个9块多的价格 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制剑员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